肉食者歌颂战争 平民只想活下去 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 卢卡是一个有理想的塞尔维亚族工程师 同时也是一个质朴的平民 沙巴哈 一名年轻的穆斯林故事 天真 活泼 浪漫 卢卡一家三口生活在波斯尼亚某个小城中 当地的居民生活以太祥和民族淳朴 分为非常欢快和自然 他直到建设了单地铁路 非常受大家欢迎 但是生活嘛 同不贵一帆风顺 卢卡的妻子难以忍受偏远的乡村生活 愈发地表现出对卢卡的挑剔和不满 卢卡还要为深爱的儿子 米洛斯的足球生涯 劳神贝利 当然还有其他生活中的酒市 就这样 卢卡一家或者平凡又幸福的日子 好景不长 战争突然爆发 妻子趁乱随情人跑到大城市 追歌去梦去了 米洛斯被强争入武 卢卡对妻子的背剂嗤之以鼻 对儿子既挂念又担忧 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某天邮差带来了免私被俘的消息后 卢卡顿时懵逼了 现在他的爱和生命 可是全部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在战争这个敏感的时期 卢卡可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求助无门的他 甚至尝试到铁柜上自杀 不过还是求生的本能 让他选择了放弃这一愚蠢的行为 事情出现转机 是在一名士丁 伟大带来沙巴哈这个步路之后 他听从了该士丁提出的 用沙巴哈来向敌方交换儿子 米诺斯的建议 收留并照顾了沙巴哈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 一幢房屋之中 一个孤零零的单身汉 一个年轻貌美 富有青春活力的姑娘 不可避免地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直到沙巴向卢卡坦露心声 说明自己并没有交换嫁之后 卢卡对儿子的爱 瞬间压过了与沙巴哈的爱情火苗 甩下他后便跑到了一个荒僻之地 冷静冷静 追寻他而来的沙巴哈 卢卡还是用炙热的爱情 点燃了卢卡强行压下的暗日 两人就此 开始了不巧合扫的 日月期生活 之后 卢卡妻子迷途知返 卢卡将他扫地出门 在无法通过交换俘虏 换回米诺斯的现实处境下 卢卡更不能坐视眼前的爱人 但随着沙巴哈受伤 而不得不交给红十字会救治 并被交换给云方 同时因错阳差地释放米诺斯之后 卢卡虽然再度拥有了儿子 但却失去了挚爱 感觉难以面对新生活的他 又一次走上了铁轨尝试自杀 当然这一次他又失败了 但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康复的沙巴哈 搭乘这辆火车来找卢卡 正巧与自杀未遂的卢卡相遇 两人见面相用欢笑无泪 爱情的大姐大落也就如此 不过这不就是收根的魅力所在吗 无限的可能性 感情和体验 构成了你生命的奇迹 本篇由南斯拉夫导演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指导 于2004年上映 是一部魔幻性质主义风格的 爱情片和喜剧片 影片前期节奏缓慢 随着故事的推进而进入佳境 本篇中包含了导演 浓烈的个人风格 南联盟的地狱风格 以及诸多政治因素和隐喻 是一部被市场低估的佳作